主料,牛肉500克,豆腐一块,补量,生抽0.5小勺,酱油0.5小勺,糖0.5小勺,啪嚼,香叶,料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用餐人数,一刀两人,牛肉提净后,逆纹切成烧大街的块,入冷水锅中准烫去炫末,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,豆腐切块, 带用开水加少量的盐浸泡在用,准备个干净的锅,不倒油,放牛肉干炒至牛肉没有水分,然后再放从墙边炒,并烹入料酒,全部放入高压锅内,加入左右的调量和适量的清水,上汽后45分钟左右制软辣,再放豆腐炖10分钟,烹饪技巧 一,牛肉去腥,要先入冷水锅里吞烫去炫末,冲洗干净,再放入锅内先干炒至水分收干,二牛肉是健脾胃的,但也要煮得软辣才有这功效,如果没有对辣,那就具有反效果,或伤脾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